在花蓮深耕艺术教育30年的艺术家徐水源 创办水源生活画室 为不少学子启蒙了艺术创作之路 而现在他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了新智战士生连展 联合18位不同世代的学生艺术家共同参展 截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 民众可以前往采观欣赏 深耕花蓮艺术教育超过30年的艺术家 水源生活画室负责人徐水源 今年邀集不同世代学生和曾在画室结缘的艺术家朋友 展出18位创作者作品 在吉安商浩克艺术村举艺文馆 举办为期一个月跨年度的新自由画室你好 水源生活画室创作现场展演活动 日前热闹开幕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一不二的心人 他去寻找了自己自由生命中的视觉与创作 在现场的作品中 除了绘画以外 还有以上的记录 智慧媒体 地体雕塑 观念艺术 透过这么多丰富的梅子 还有视觉跟材质 才可以呈现这一场画展的情势优务 那这一次展演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 所有的创作参展们 无论年龄、职业、无论相跟多余 都愿意出人、出力、出作品 那有些人已经是跟职业画廊迁运的画家了 有些人也是正在研误或是报导研究所的学生们 或是有私人、杂人、职任的工作者来参与这一个画展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齐聚一堂 用一个自由的心 透过作品传达自己的生命故事 一时间正在想随身我创作现场 谢谢徐水源老师 18位师生的连展 在浩克艺术村 要带来112年12月跨年到113年1月的展览 欢迎所有的乡亲来到浩克艺术村 从平面的展览一直展演到所有的拼接 生活的故事、生命的历程以及生态上的小确幸 里面的多元的展览更开启了吉安乡 艺文上的升华以及质感的分享 因此在这里欢迎乡亲 大家一起来浩克艺术村 欣赏不一样的一个连展 我们也谢谢徐水源老师 这展人孙绍华表示 展题新自由体现出创作者们 在画室透过艺术 练习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也和徐水源联手从展体 发展一件视觉影像数位输出 以18个星排列成自由两字 赠送吉安乡公所典藏 绝对其展出至明年1月3日 邀请民众感受跨世代 丰沛艺文创作能量 记者长方艳吉安乡报导